OK啊,好了,那么课,课件的时候呢,大家呢,自己呢,去理了一遍咱们整个的执行流程,对吧,好,来,没关系,现在呢,我再把这个项目呢,启动了啊,还是在命令提示风打开,然后找到我们的,怎么提供的呢,NPM,RON,DV,对吧,好,请他啊, 再拉底点,是吧,好,可以吧,来,访问8080,OK,没问题吧,是不是出来了,那现在呢,我有一个任务,什么呢,你从这里给我输入一个KK,然后呢,在这个图片,VUE图片底下这些内容不要了,转身谁啊,展示个你好,对吧,是不是这意思,好了,怎么展示呢,首先第一点,我是不是要求地址栏发生变化,那么此时你的路由是不是要坚定设立一个路由的匹配规则, 是有意思吗,别的你和不用管啊,你只去找找到实验啊,SRC的roty里面啊,应该有点GS是不是在这里,你要干啥呢,注意,看这儿,我现在把这个给改一改,你可能就看得更明白一些了,来,下来 一下我一蹲,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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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nci,这在这里,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对象,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路由的匹配规则,那我要再贴 naked rule methodology. 怎么写 对啊 你动画隔开呗 然后呢 复制一遍呗 是不是这意思 pass是不不一遍的 那我想在地团栏里给人什么 给给 对吧 然后competence等于什么呢 注意你看人家这个地方 是不是从这个competence里边 加载了一个hello border 然后他这个地方的值 是不是就等于hello border了 ok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我们应该能写呢 我这样简单点 我给他来一个hello吧 可以吧 那此时有hello吗 没有啊 那怎么办呢 再复制一个把它给成谁 hello 把它呢 也给成这个hello 但是我问你 人家加载的时候 有这个hello忘了没有 有啊 找到competence里边 是不是有 那你加载这个hello的时候有吗 没有啊 怎么办 新建一个文件 起个名字叫hello.vue吧 ok 那人家这里边怎么写的呢 有这个谁吗 你别 有一个叫template吧 有一个script吧 script里边怎么写啊 叫import default一个对象 里边有一个dates的值吧 这里边是不是还有style 什么样式啊 ok 别的你不用管 这个script和template是不是有啊 好那这里我是不是这么写啊 好来一个ic不用复制走 导致 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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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你不已经你装完那个插件了没有 装了吧 装了之后啊 来看 教你一招 删掉不要了啊 来输入一个ic 第一个叫script的 能看到吗 回车就出来了 回车就出来了 这不是吗 template的有没有 script的 exposed default有了没 style有了没 该有的都有了吗 对吧 多黑 是不是 啊 好再再来一遍 哎呀 sc 第一条就是走 哎 好可以了吧 那么这里面写什么呢 你要展示什么呀 是不是展示你好那两个字 那么我用一个 H2这样一个标签包起来行不行 斜杠H2可以吧 来一个你好 保存一下可以吧 对吧 这不完事了吗 就没了呀 来 KK是吧 走 你好 两个字出来了吧 是不是 对吧 这不完事了吗 ok 好了 那么现在啊 注意啊 你能不能为 你自己加一个路由 可以吧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 对吧 好那么现在呢 再来变一点 然后呢 我想把这个图片删掉 我在这上面呢 放三个 那个点击的那个链接 你每点一个 底下就换一个 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吧 点一个底下就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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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ok 那么此时我应该怎么改 找到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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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啊 这个图片在哪展示出来的 在你那个APP.vue里面展出来的吧 好所以找到谁啊 A.vue 是不是在这呢 是不是这个图片 我说了我不要这个图片了 是吧 那我干啥呢 就直接删掉 猪尸也行是吧 然后呢我要再 底下写几个三个链接 对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 展示链接怎么展示的 还记得吗怎么写的 用什么来着 叫 叫router-link 这个地方叫router 写那个路由匹配柜子的时候 这个地方叫router-4 千万记得这个是没有r的啊 我在这里坑了好几回了 我告诉你 真的啊 坑了就怎么挑都挑不出来 你就多写了个r就是 好了来在这里啊 看这个地方 来再写个什么 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a1吧行吧 好 那么这里写一个什么呢 叫做兔 兔个啥呢 兔啥呢 兔就兔头是吧 就兔个a1吧行不行 那么此时就是你点击 那么地理栏是不是变成a1了 好那么正是这个逻辑的话呢 来 复制复制 我就给他来三个嘛对吧 a2 这里写什么 a3 然后这个地方写一个 3 这里写一个3 上面写一个2 好保存 是不是可以了 那么根据这个路由的变化 你要干啥 来看这看这刷新一下 看这里来我点变了没 没变 没变 没变吗 没变吗 啊 我是这个地址栏 是不是变了 你别吓唬我 你这咱好像不在一个世界一样 好来可以吧 没问题吧 只不过下面有东西吗 没东西为啥呀 因为你这个地址栏的变化 有人去给他做匹配吗 没有啊 所以此时我要找到谁 找到 你带点JS路由吧 那你要干啥呀 哎 又去需要做这个什么了 好了 A1 A2 对吧 好这个地方是个A3 对不对 那么架子这时候呢 也一样给他来一个A1 A2 A3 是不是这么玩的 那一样的道理这个地方 来复制复制复制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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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换成2 3 对吧 好这个地方也一样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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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成2 A1 换成3 可以了吧 那同样的道理我在这下面干嘛 就建三个文件吗 叫A1.VoE 对吧 一样的道理 写一个S什么呢 SC 走 然后这个地方随便写点东西 来一个 H3 好 H3 可以吧 然后呢我能不能在这里展示我数据里面的值呢 可以 可以吧 来比如这么写 来一个MSG 可以吧 那我应该怎么写在这个地方 注意写一个Data 注意它是一个什么 函数方法吧 里面写什么 Return一个对象里面的Message 二号等于谁啊 等于一个 哈哈嘿嘿 哈哈 走 可以了吧 那同样的道理是否复制就完了 走走 因为还没写完啊 3 ok 可以吧 别的没有什么区别了呀 没问题了吧 来过来 刷新 A1 不是A3是吧 哎哦 都是这个是吧 看不出来啊 这样这是个3是吧 哈哈哈哈 好好好333 然后 2 2 嗯 嗯 嗯 好这里呢 嗯 好 好 嘿嘿嘿 好刷新一下来 看里 点2 点1 点3 可以了吧 能看到吧 哎 就这么简单没了 所以说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从此之后 我们所有的开发就围绕着几个文件呢 两文件 第一个就是这个index 第二个就是那个convent 你自己写的这个文件 对吧 正常情况下这个APA的VUE里面其实你不需要给的 能明白吧 能不能明白 啊 ok当然了你要给是不是天安一毫就完了 是意思吗 ok好了 这是我们整个的逻辑的代码就行了 好 好